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Jocelyn 香港股市在中共监管风暴忧虑下 加之市场传闻 美国将限制美资投资中港两地 7月27日 港股再度大跌1,105点 地产股和科技股成为重灾区 恒指在过去三个交易日连续大跌 三天共跌2,637点 达9.5% 一度失守2万5千点 其中恒生指数三天暴跌16.6% 美国资深投资顾问麦克森认为 在中共对中概股政策转向 华尔街调整投资政策之际 推迟数月的中美金融战正式打响 7月27日午后 市场流传美国将限制美资投资中港两地 虽传闻上无法证实 市场恐慌情绪已蔓延 午后港股急跌 一度大跌1,443点 跌破25,000点 最低见24,748点 恒指收报25,086点 全日跌1,105点或4.2% 27日 大市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3,606.7亿元 受监管风暴影响 科技股继续为重灾区 腾讯00700 跌9% 阿里巴巴 09988 跌6.4% 美团03690 卸17.7% 阿里健康 00241 大跌18.5% 京东健康 06618 与京东物流 02618 分别差22.1%和11% 京东 09618 与大跌9.4% 万国数据 09698 急跌19.7% 同时 地产股一延续前日跌幅 其中恒大系跌幅显著 恒大 03333 全日跌13.4% 恒大物业 06666 急跌10.7% 恒大汽车 00708 大跌16% 恒腾网络 00136 重挫 16.9% 麦克森表示 27日午后港股急跌 属于恐慌性抛盘 市场流传出的关于美国将限制美资投资中港两地的传闻 只是加速了资金出逃 是一个刺激因素 但并非主要因素 港股 27日出现的大跌行情 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共当局经济政策转向 导致包括华尔街在内的投资者调整投资政策 麦克森指出 中共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在7月16日说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始终流淌着红色血脉 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刘鹤在7月27日的一个讲话 7月27日 中共副总理刘鹤在一个论坛开幕式上指 中小企业好 中国经济才会好 他说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 中小企业发展的好的地方 经济都很好 并要坚决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麦克森表示 这两位中共高层的讲话 给投资者和市场一个更加明确的 基本国策转向的信号 即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业 土地财政 以及在过去十几年的 快速发展的网络科技业 不再是经济依托的重点 中国经济未来依托的重心 将转移至制造业和以新能源 芯片 以及5G等技术为主的科技领域 麦克森普通说 虽然美国将限制美资投资中港两地 目前看来仅是传闻 但是不排除未来美国在这方面会出台某些策略 因为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就香港营商风险发出警告 他认为随着中国基本国策转向 华尔街投资策略调整 因中共病毒疫情推迟了数个月的中美金融战 也算是正式打响了 本次的新视角T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